经济部长阿斯敏星期晚上在布城的官邸 命会巫统国会议员引发了诸多的揣测 虽然主角阿斯敏说只是普通的会面 但是有关的夜会宝马的阴谋论还是满天乱飞 英文报新报昨天甚至还引述消息说 这些巫统国会议员原本是要求会电首相敦马的 但是敦马公务繁盲形成满党 于是便指示了这批人去和经济部长阿斯敏会面 换句话说阿斯敏不过是敦马在这场会面当中的代理人而已 针对这项传闻敦马昨天也很坦然的做出了回应 首相敦马用一句 我是独裁者但我没指示他 否认了阿斯敏接见孤统议员是他敦马老人家的意思 敦马也强调他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见到阿斯敏 所以也搞不清楚阿斯敏为什么会着急这一次的会议 这边乡阿斯敏夜会屋堂领袖 被指似乎是在谋划着宝马行动 那是不是意味着新闻内部也有另一股势力 正在酝酿着要倒马逼宫 对敦马投出不信任票呢 关于这个传闻 敦马他老人家是看得很开 那倒马行动传得沸沸扬扬 西蒙又在丹蓉比埃补血吞下百丈 是不是代表作为首相的敦马已经是不受欢迎的领袖呢 面对记者尖锐的提问 那敦马则是再度发挥了马式幽默来接招 所以我认为仍然是人们仍然喜欢我 不喜欢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.